岛内媒体根据历次选举结果 统计出台湾各县市共有173万摇摆选票 与台湾中部中间选民居多的固有印象不同 统计结果显示 实际上双北和高雄的摇摆选民最多 而这部分选民正是选战胜负的关键 而从年龄层来看 青年选票也是重要的一环 据台选务机构预估 2020年大选 年龄在20到23岁的首头组 就超过了118万人 把政治的严肃感降低 似乎成为政治人物 跟新世代年轻人沟通的策略考量 第一个台湾下一代的孩子 必须全部实施中英文双教育 第二台湾说的大学生 跟研究所的硕士丹 你准备好了 实际准备好了 你就当相当学生一名 创作者需要面对自己 而需要面对历史才能前进 从世界看见台湾 原来我们可以更爱自己 蓝绿选情紧崩 双方阵营频频催票 民进党视学生为囊中物 催促学生返乡投票 据台湾媒体报道 所谓台湾学生联合会 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等团体 最近在募资平台 募得250万元新台币 将在明年1月10号和11号 开出78版2020青年返乡列车 再送约3500名大专院校学生返乡投票 每人收费仅为111元新台币 主办团队虽表明 这项活动没有支持特定政党 但由于与民进党 号召年轻人返乡投票性质雷同 外界质疑此举 是在帮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争取大专院校的青年选票 民进党要成立空战部队 不仅鼓吹青年返乡 还要让返乡青年 成为扭转长辈投票意向的杠杆 反过来挖墙角 我们会把很多的说服家里面的案例 讲给他们听 然后让他们尝试看看 用不同的方式 怎么去说服自己的家里面 台湾长辈其实都还会满听年轻人的话 台湾中国时报日前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投票日 进入倒数计时 民进党坐拥施政机器 及丰沛的行政资源 再次以行政措施按住选情 由台教育部门数度发公文 催促各大专院校 赶在1月10号前完成期末考 便利学生返乡投票 但另一方面 百万大陆台商家属台生 想要返乡投票 却是机位难求 才当局消极不协助 两者对比境遇天差地别 这难道不就是民进党的司马昭之心吗